一架普通的吹风机 你可以用电池,也可以用电线 电池来说,如果现在应该是20W那一架是最好用的 但这架就耐用一点 最主要就是可以带着到处走 价钱便宜一点,这架也是一架水左右 好了,这架用了很多年 最近在拔绳子里 绳子开始断了 你看到绳子都皺起了 所以要换了绳子 最好你的电池就尽量走干了 免得你打側的时候会把电池倒掉 现在还有少量电池 现在就先拆开它,换一条绳子 除了开了底部之外,油箱也阻止我 把油箱也阻止我,就拆开油箱 有两条油喉,油喉要记住 哪一条去哪个位置 如果拌乱了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忘记了,就拆开它 再拆开它 三个螺丝 三个螺丝 因为它是行车子 所以那些油是要混合的 把电池混合的绿色 绿色的解油 按照整个方法 来计算 不需要很准的 不准它也会变成 不过如果不准的话 那些烟就会比较大 然后去到这里 然后去到这里 还有一轮东西 拆多一轮螺丝 才去到 拔绳的部位 时间关系 螺丝鬆了 慢慢抽出来 看到了 条绳在这里 拉的时候 因为 因为转的弯 转得太急 这条绳去到这里 要直接 走一个45度角 这个位置磨得太紧 其实如果把它转过一点 之后是这样的话 就会磨得不太紧 现在是磨得很紧 令到这条绳子不耐用 这里不要抽出来 这里抽出来的话 这条弯弓会散光 到时就会很复杂 那我们现在做的时候 全部线剝线 拿到这里 转向转固 转向转的角 把拆弯 这条线的反动力 千枝 其它转出 然后或者其他拆毯 转到是细勢的 好 转到差不多 现在它没力了,我们就慢慢转一条绳子出来 看看这条绳子有多长,可不可以再用 因为这种款式,通常的绳子很小 能够储存的绳子不多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别无选择,只有换绳子 一路转出来,似乎盡了 盡了之后,这条绳子很明显是由这个洞 那条绳子就由里面穿出来 由这个位置转了一个圈 就用一个螺丝砍死了那条绳子 现在把螺丝拾起来,把绳子放进去 到时怎么穿呢? 就似乎你的绳子有多粗 如果绳子不太粗,就很难穿进去 太幼也很容易会断 重复一次又要再做 所以配绳子的时候,尽量配上 它现在这个尺寸 我示范如何拿出来 先把螺丝砍出来 第二支螺丝砍 第二支螺丝砍 如果你不知道它怎么打那条绳子 你先记一下现在的方向 否则很容易忘记了 即是一条绳子进去之后 转一个圈 再压到螺丝位 出来 但你不用担心 稍后我们全部都可以做完 但现在你先把螺丝砍出来 穿进去的时候,有很多方法可以辅助 先把螺丝砍出来 如果是这样粗的 那 去到这里,通常就是推进去 收出来 既然是不要的 可以直接剪断它 就可以了 再把螺丝砍出来 根据这个桌子 还有一个波波 还有一个波波环 不要忘记得穿了 你一穿漏了这一粒 就很麻烦 所以我先把它放进去 那 稍后找这条绳子 我手头上只找到一条 比较粗的绳子 我预了适当的长度 绳子在头上剪出来 如果你不想它披口 你可以用火机谈一谈它 令它融一融前面 一融的时候 你一关火的时候 立刻就不怕热一点 就把它捏细 它就形成一个很尖的模式 方便一点你去穿这条绳子 现在我没有这样做 我索性就这样试一下 能不能够用这个方法 我这头穿进去 用一个钳 抽不抽到它出来呢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会改用另一些钳 比较幼一点的钳 这个比较粗 尝试而已 不可以就更多 这个方向 要用小一点的钳 换来一个小一点的钳 很多钳都可以 要抽一条绳子 要抽一条绳子 好像可以 这样我就成功抽一条绳子 刚才它记得 它在转一个圈 转一个圈 然后用螺丝压住它 这个位置 其实没有所谓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彈弓是完全松动的 是自由状态 没有压力的 我看怎么夹着 夹着 夹着一条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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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 这条绳子 应该都压得住了 OK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何维护进去 令到那条绳子 这条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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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和我抽一条绳子 进去 转这个方向 就转这边 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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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终于都 要一些工具的帮助 我夹着一条绳子 在这个位置 可以有时间 穿一条绳子 打个裂 然后裂 会藏起个洞 在里面 有多的 你可以把它剪掉 没所谓 其实 这条绳子 一直到 就是 那条绳子 记住 轻轻按住 不要让它走出来 你拔个绳子 的时候 它有足够能力 走进去 但是 如果你觉得 走得也不足够 力不足够 很简单 你抽出来 把绳子拿出来 拿出来 拿着它 继续 反方向转 让它加多些 弹弓的 力量 它就会有多余的力 把绳子拿进去 然后我按住它 然后放回所有东西 现在呢 我看看绳子够不够 这条绳子 千万不要让它走出来 也可以知道 自己拉得有多长 绳子 喜不喜欢这个力 如果你觉得 这条绳子 弹得不足够 那就有 又拿回它出来 然后再 反方向转多一下弹弓 让它里面那条 上链弹弓 能够有 再多一圈 再多一圈 再多一个圈 的tension 我又加了一圈 那绳子 绳子落得多少 就是看看 里面这个 床有多少 如果那条 好像我绳子 粗 所以床少一点 很快已经满了 所以我不可以再加 OK 但是我还想再加多一点 它回转的力 比较好 力比较 比较紧一点 的时候 那条弹弓比较回得快 那条弹弓比较快 那条弹弓比较快 我又再 又再加了一圈的力 绳子落去 那条弹弓 差不多了 那现在这部分 就换了绳子 力度调回 那里面很多地方 其实不是落油的 不要落油 是要干的 只是中间的洞 可以落油 旁边其他位置 是干磨的 不可以落油 那现在完成了 那我们 只要把刚才的动作 回转 就安装好了 那些绳子不贵的 只是几元的 你可以 但是 只是耐弦不耐弦 对不对 尺寸 是一些 可能说绳子就绳子 就没什么胶的成分 好